新北市政府11号举行113年特有里长及基优民政人员表演大会 共有117位里长53位民政人员荣获这项殊荣 新北市长侯友宜除了感谢所有里长与民政人员的付出 也勤勉所有人能够继续为新北市努力 新北市政府11号在六楼大礼堂举行113年特有里长及基优民政人员表演大会 今年共有117位里长和53位民政人员获得这项殊荣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亲自出席 颁奖感谢所有里长及民政人员的付出 并勤勉所有人能继续为新北市努力 提供市民朋友更好的服务 新北市有一次控制31个里长 大部分都是很资深的里长 一路走来我在这里14年 谢谢一路相陪我走到今天 好多好多里长们 这次获奖的里长既有连任四五届的资深代表 也不乏充满活力的新生代 他们的共通点就是充满无比的服务热忱 积极投入里内服务 凝聚里民的向心力 而里长们也表示 这项荣誉是来自于团队合作 包括里长志工和里民的支持 未来将会更努力回馈大家 未来在中华里我也会更认真努力 来为我们的里民服务 那我们中华里本来就有选手队 有资源回收 那每年也有 每个月也有办我们的健康奖座及老人共餐 那我想期许未来会把中华里再做得更好 所有的共享荣誉回归于全里的领长志工一工 以及我们全里的里民 能够让阿美里长有这个机会 得到基优里长的一个表扬 当然对未来我不可能用我小小的力量 我也很想翻转安和里 让大家安居乐业 我以为市长在表扬大会上也强调 里长和民政人员是市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 因为有他们的辛劳才能为市民创造安心优质的生活环境 期望未来里长和民政团队能持续精进 共创幸福新北市 记者是民众们齐新北市采访报导